各位空大的学员们大家好 民法是以私人间权利义务关系为内容的法律 而民法又分为财产法篇与身份法篇 身份法篇是由亲属法与继承法组成 为本课程的主要内容 亲属法谈的是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 继承法则是有关一个人去世之后 他所留下来的财产或是债务 应该要由他的最近亲属 通常是配偶或是子女来分配或是处理 身份法的内容非常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 举番人生的重要历程 从出生、结婚到死亡都涵盖在内 当一个婴儿出生之后 她的姓名应该由谁娶 谁是她在法律上的父母 谁又应该对这个婴儿尽保护、照顾的责任呢? 当这个婴儿长大成人 谈恋爱、想结婚了 要如何结婚才会发生法律上的效力 要在大饭店举行吗? 还是去护认机关登记就可以 证人需要在场吗? 而她结婚的对象只能是异性 还是可以相同性别? 结婚之后 财产关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 还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吗? 若是夫妻彼此感情出了问题 一方有了外遇 如何肃请离婚? 可以向外遇对对象求偿吗? 离婚之后 要怎么分配婚姻关系中的财产? 而所生的共同子女又要跟谁? 抚养费应如何请求呢? 当经历大风大浪之后 步入老年 在高龄社会的来临下 却必须要面对 抚养与监护的问题 万一失智了 需要受监护宣告 那谁来照顾我? 协助我管理财产 处理法律事务? 我能事先预立我的医疗决定吗? 人一旦死亡以后 所留下的财产 谁可以取得? 必须是具有一定亲属关系的人吗? 那他有没有可能会丧失继承权? 有可能继承到债务 而必须负债子还吗? 又要如何抛弃继承 以保护自己呢? 可以在深潜立遗嘱 把财产送给亲属以外的人吗? 那遗嘱又要怎么定立才会有效呢? 上述种种的问题 都会在这门课程中得到解答 本课程共分18讲 分为亲属法与继承法两大部分 亲属法主要说明婚姻 亲子 监护与抚养关系 包括如何成立 消灭 以及所产生的各项权利义务 继承法则讨论 遗产继承人 遗产继承的效力与方式 以及遗嘱 另外 本课程也将探讨 贯穿亲属法与继承法的重要基本理念 男女平等 子女最佳利益 与意思自主原则 期待与各位在空中相见 一起认识及掌握 与人生各个阶段 紧密相连 同事演示国家考试重要科目的身份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